我一般演講都是靠大家用手機問問題決定的 那我理解到說剛才我們這邊主辦單位的那個Wi-Fi 好像只有一個錢可能20個人點得上 然後之後大家都點不上了 那所以如果在這邊有4G收訊的朋友可能用4G的收訊 那如果4G收訊也沒有的朋友的話 這邊他們有給我一個演講者專用的一個Wi-Fi 叫做2018 Speaker 那密碼呢也是2018 Speaker S是小寫 這個就是一個共享的精神 但是這個2018 Speaker的網路我也不知道能夠成幾個人吧 所以就是大家先連上就先連上 那為什麼要用大家的手機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每次在演講的時候 像這一次是我們有一個小時有10分鐘的時間 那大部分的時間呢我會教給大家 我自己開頭的影片可能不會超過5分鐘 然後在那個之後呢完全是看大家想要聽什麼 然後呢就來問我 那如果你現在手機就連不上網路 那但是你的左邊或右邊連得上的話 那你可以請他幫你輸入你的問題 那真的不行的話呢舉手或者不舉手 隨時發問或打斷我都是都是OK的都沒有關係 那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三個問題了 這個其實是還蠻快的 大家還是還是有人連得上網路的 然後呢另外一個規則是說 你的問題呢就像這邊可以說是可以匿名的 為什麼呢是因為如果是具名提問的話 那大部分時候就會收到一些這個 比較不痛不癢的比較有禮貌的問題 但是如果匿名的話呢大家就可以問一些 比如說是心理的話 這樣子的話討論起來也比較有意義 這是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說如果你看到別人問的問題 你也想要問的話那你可以按讚 那按讚的數量越高的這個問題呢 他會跑到越上面的地方 那他跑到越上面的地方我就知道說 越多人想要來問這樣子的問題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我就可以優先的來回答 這樣子的問題 那在大家剛開始想說要問什麼問題 已經想辦法把這個網際網路的連線弄好的時候呢 我想我就先開場一下 然後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我目前在行政院裡面的一個工作 那這張圖它是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是從大概兩三年以前 就是透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去收集 就是各國全人類一起要面對的一些挑戰一些問題 那這些裡面呢有包含社會進步的一個部分 永續的成像優質的教育這些部分 有包含環境的永續的部分 結果變遷海洋生態入獄生態 當然也有包含經濟成長的部分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等等 聯合國當時在挑這些題目的時候呢 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這些題目呢就像拼圖一樣 任何人做其中任何一個題目的任何一項指標的時候 都不會拖累任何其他別的題目的別的指標 那這件事情呢叫做inclusive growth 就是說你在成長的時候 不管你往哪一個方向成長的時候呢 不會去犧牲掉另外其他部分的這個價值 那所以呢這樣子的做法呢 就是在聯合國這個歷史上 第一次是由民間的社會 由公民社會 由它所謂的major group 就是所有就是類似在場各位的這些公民的朋友們 一起來去做這些議題的設定跟訂定 而不是說由每一個國家的代表來代表 那一個國家的人民去做這樣子的訂定 也就是說公民社會的力量 私部門產業界的力量 在這個永續發展的討論的過程裡面 它的席位也好 它的發言權也好 跟所謂的國家代表 這個是平起平坐的 那我們現在的 我在行政院裡面的工作 其中一項就是所謂的數位外交 數位外交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把我們在台灣自己內部 我代表也許會分享一些 能夠同時達到這些不同的目標 成長一些做法 我們透過一些網路的一些工具 把它共識凝聚起來 大家一開始立場可能不一樣 但是慢慢的 大家在這個不同的立場裡面 可以找到一些類似的一些價值 那在這個類似的價值的過程裡 就可以找到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解決方法 那這樣子的做法是可以外交的 它是可以傳播到 所有需要類似的治理環境的地方 所以這個部分呢 是我目前主要的一個工作的項目 那這個呢 剛剛講起來都非常的抽象 所以我們馬上來看一些具體的例子 具體來講 這邊是台中嘛 所以我們來講一下空氣品質 那個這邊有一個計畫 是我入閣前 我們一堆朋友 這個一起弄的 那這個計畫呢 它是叫做臨時政府G0V 這位可能有朋友有聽過 G0V這個概念呢 它是就像我們政府 中央政府也好 地方政府也好 那網站的結尾都是GOV點台灣嘛 GOV就是government政府的意思 那G0V的意思呢 就是把那個O換成一個0 所以話題上說 政府有一個立法院 LY點GOV點台灣 那臨時政府就有一個立法院 LY點G0V點TW 就是你不用特別去做搜尋 你只要把那個網址的O換成0 就一個0的轉移 你就可以進入這個Shadow Government 進入臨時政府 那進入臨時政府能夠做什麼呢 就是所有的這些學資通訊的朋友們 去想像說政府有哪些事情做得不夠好 哪些事情呢 還可以做得更貼近人民一點 但是呢 有一個口號就是說 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件事 只要只是去跨政府做這件事 先承認說 你可以是那個沒有人 就是說你可以先來做 都給政府看 政府看到發現 這樣做真的不錯 然後呢再去擴大再去擴散 那G0V的第一個專案 就是所謂的預算的視覺化 在當時呢 就是還這個有一個叫做 經濟動能推升方案的那樣子的事情 他做的事情就是 去說這個人民是看不懂預算的 但事實上人民看不懂預算 並不是因為預算有多麼複雜難懂 而是他沒有用大家看得懂的方法 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當時G0V的第一個做法 就是把中央政府的總預算 每一個部會 每一個執行的計劃 甚至他們的KPI等等 都用這種大家可以一覽無余的方法 你可以點進去看某一項特定的工程 然後在上面去討論 表示說你希望這個預算追加不懂減少 還是要求刪除 而且他會幫你翻譯說 這是35億杯珍珠奶茶 這可能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但是呢 這件事情確實是讓大家能夠就事論事 不是說只討論這個所有的政府本身的效能 是好或是不好 而是可以就事論事討論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它好或者是不好 所以在今年的5月開始 我們這張政府就正式把當年臨時政府 這第一個專案 就納入了我們中央政府的網站 現在大家在join.gov.tw的這個網站裡面 就可以很具體的直接去看到說 就是公共政策參與平台裡面 每一個不同的部會 自己在做的事情 大概一千多項事情 它所有的KPI 所有在做的所有的這個進度 它是每季管考難還是每月管考難 各個預算這個到底分配到了誰的手上呢 所有的這些東西 都可以直接的在這邊看到 一千三百五十五十億項的各種不同的專案 那這件事情呢 當然大家就可以看到政府有做了什麼 但是呢 去領域的特點就是去看政府那還沒做什麼 所以我剛才呢 要跟大家看的這個臨時公共觀測網 就是當時大家發現說 環保守的空氣品質的側站 它雖然很精準 但是離大家實際住的地方的距離 有的時候比較遠 那雖然環保守接下來三年 已經會補上萬個側站 但是其實還是不一定顧得到 大家的辦公室 或者大家的家裡 或者是大家的學校 所以當時呢 就發起了這樣一個 類似全民的一個運動 這個運動就是說 它用很便宜的 精確度沒有那麼好的 但是呢 還是堪用的 這個IoT 物聯網這個感測器 叫做空氣盒子 當然有很多家在做這樣子的一個產品 那大家做了之後呢 它連到同一個網址上 有中研院的一些老師 捐了這樣子 一套開放的一個系統 就可以一次可以看得到 台灣目前的實際的空氣的這個情況 那這個情況呢 包含像台中這邊 有一些做無人機的廠商 上次我在這邊開智慧城市委員會的時候 也說他們會在側站的上空 100米 200米 300米 400米去量高空的那個空氣的狀況 這樣你就知道哪些是境外的 哪些是境內移動式的 哪些是境內非移動式的 這個固然源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重要 因為在此之前 我們並沒有足夠多的 具體的事實的資料 去說我們做某一個公共政策的時候 它對於空氣品質的具體影響是什麼 有很多老師有自己的模型 用他自己的資料 但他們有用別的老師的資料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 它是它的模型有問題 還是資料有問題 這是很難去對話 那我們中央政府呢 看到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就是民間已經有兩千多位朋友 自己做出一個 甚至有點威脅到環保署的公信力 的這樣子一種所謂的公民科技 我們在亞洲其他國家去分享這樣的經驗 在就是像聯合國人居屬 或是聯合國的一些研討 會貢獻或區惡市場 基本上只要別的亞洲國家的代表 都會說這個不要說到兩千個觀測站 不要說兩千個這個公民團體 我們這邊只要有二十個公民團體 就會被請去喝茶 到兩百個就會被吃到水表 絕對不可能長到兩千個 因為確實亞洲國家 共識是一些所謂的民主國家 他們是不會讓公民長到 能夠威脅到中央政府的貢獻力的 但是呢我們的中央政府的一個特性 就是我們看到透明社會長到這麼大的時候呢 我們是採取一個打不過就加入的一個態度 所以說呢我們在透明社會長所前任基礎建設 裡面的數位建設 我們的做法是把所有這些公民所收集到的資料 全部都放在國網中心的高速的運算平台上 免費的或幾乎不免費的去提供運算資源 讓所有的人都可以在相同的資料上面 看到水環境 看到這個透明社會一個颱風來了 它造成了什麼災害 它跟之前這個治水的成效 要怎麼樣子去做勾基 然後呢包含水的品質 空空的品質 地震的運震構造 所有這些東西都放在相同平台上 那這樣子的話呢 大家就可以再用創新的方法去比較 哪一個東西它的預測力比較高 這樣子才是在做科學 所以這樣子就是由民間所發起 由私部門廠商所貢獻 然後再由工部門去提供一個有公信力的平台 現在甚至還有區塊鏈的這個國際協會 IOTA把這樣子的資料 總統都放到國際的區塊鏈上 這些各個部門 全部加在一起的這種創新 才是適合 就是台灣這種 每個人都有各自想要做的事 那又可以想到 綜合起來這種創新形式 那在我們這邊的這種衝突呢 這個最後就會凝結成像這樣 很有用的東西 這個東西呢 它是非常好買的 在國際上面就是 根本不需要是國對國 我們對他們的公民團體 我們對國際記者 我們對大型的NGO 我們對在地的民主的 這個環境的運動者等等 直接輸出這一套 在台灣經過衝突 經過磨合 已經很有用的一套系統 在他們那邊就可以直接去升等發芽 所以這個是我們社會創新的方式 也是我們目前做社會外交的一個很具體的一個方法 就是看民間 就是看政府不爽 自己做 然後政府打不過就加入 做成一套模式 然後這套模式就可以輸出 讓我們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那不過呢 因為我答應我只開場五分鐘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大家有沒有什麼具體的 就是連得上網路的朋友們 有沒有什麼問題可以 可以大家來思考 或者來分享一下 那這個地方的網路品質真的是 Anyway 那我們就具體來看一下 這個連得上網路的朋友們的問題 有六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就是大陸這裡指的應該是中國大陸 不是美洲大陸 中國大陸會台三十一項政策 人才外移企業往外投資 政府對於台灣的未來以及經濟的影響 要怎麼樣子去因應 那首先因為作為一個我十一歲大概就去德國 然後在德國待了一年 然後十九歲又跑去西部創業 作為一個就是我自己成長的過程裡面 我的社群都是國際社群 從我自己個人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人才外流不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人才的對流 本來就是應該要發生的事情 那樣的時候大家想要做一個提議 它當然是往最適合那個 創新的那個地方去群聚 但是創新有兩個階段 它有pilot的這個階段 就是實驗的階段 它有replicate的階段 就是讓這個創新 往步到大家都可以使用的階段 台灣在某些創新上 好比像說AI 自駕車等等 我們很適合做前面的 很適合做所謂的實驗場域 剛才那種公民科技也是 但是也許在別的創新上面 你就是需要很top down的 這樣子一種政治力量 也許你在那邊拍了 但是回台灣replicate 我覺得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個做法 以前呢 之所以大家會覺得 是人才值外流的 而不對流的原因 就是因為大部分的時候 像一個年輕人 跟一個新加坡年輕人 一起做了一個題目 九成的機率就是這個年輕人 到最後就拿了新加坡的 這個就業金卡 然後就去那邊就創業了 只有10%的機率 是那個新加坡人過來這邊創業 那為什麼 因為先會有發就業金卡 我們沒有啊 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從台灣以前的那個移民 或者是 就是刀劍人才來台灣的政策 你看 你要不要找到一家非常 就是信譽 非常良好的大的公司 願意 sponsor你 要嘛就是你要投資一大筆錢 那對於這種才剛開始做 創新的題目的年輕人而言 就是你要他做任何這些港民們 大概都是做不到 所以雖然他是對台灣會非常有貢獻 甚至很願意有貢獻 但是很多我的朋友就是來這邊三個月 然後他就得出去一下下 然後再回來這邊三個月 那是非常不好的一個情況 何況他又沒有這個就是 健保啊其他的福利等等 所以這個狀況就會造成是說 在正常的對流的過程裡面 就只流出流入就非常的困難 那當然我們從今年開始 大家大概知道說 我們有所謂的外國人才專訪 接下來有所謂中階基礎的移民訪 這一系列的東西通過之後呢 我們的狀況呢 就是非常的狡猛過程 就是以前我們是僅次於日本的嚴格 現在我們是僅次於日本的寬鬆 因為他們也跑到另外一段去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呢 就是任何在就是國際上面 有意願在台灣的朋友們 他們拿不管是私立就位清卡 還是接下來新的這些方案 他們跟新加坡一樣 就是up to three years 三年 他就可以在這邊 不但有一些稅付上面的一些 或福利上一些優惠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可以renew 新加坡三年之後 你還是得找一家公司待下來 但是呢在這邊你可以renew 繼續再待三年 你還是可以自己幫自己工作 自己幫國外工作 在這邊只是講學短期 怎麼樣都無所謂 重點是說你在這邊是 在這個生態系裡面 跟我們這邊的年前 一起為台灣創造正向的社會影響力 那待到大概第二個三年的時候 如果有創造一些正向社會影響力 甚至就可以取得這邊的國際 而且不需要放棄本來的國際 那這樣子一種新的這個概念 確實是之前沒有過的 那我們想要這樣子做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台灣 所謂的台灣人是願意在台灣 創造正向社會影響力的人 那這個就是去促進人才的這個對流 那這個人才對流 我覺得是根本 這個東西往上 還有說我們能不能夠去讓新的 各種不同的領域 跨語去結合 去做到一些所謂的 無事的這個經濟 那這個部分呢 我其實有另外一個例子 是可以舉的 不過我想我們就往往後 再舉這個例子好了 有位台北的金城武想要問 因為有七位朋友也想要回答 所以我想我就 這個優先處理這個問題 台北金城武說 面對方交國的持續的斷交 國際性的組織不得其門而入 中國 這裡指的應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施壓國際企業 將台灣改為中國台灣 種種的外交上的困難 我國應該如何因應透過數位治理的領域 有沒有可能突破外交的困境 我想是這樣 就是我們在行政院內部 我們推動數位治理的時候 有個口號 這個口號之前沒提 因為我們沒有對外交 所以這個媒體大概比較沒有報 那這個跟外交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最近我想說可以移到外交上面來用 我們對於以前在政府的這個治理的這個概念 大家如果有聽過以前的所謂電子化政府的話 大概就是把紙本的作業改成 你能夠在網站上面來做 但如果你在紙本要跑四個機關 那你在網站上就變成要跑四個網站 你跑四個機關如果它是羅書辦公 你還可以認識一些人 但是你跑四個網站要Key一樣的資料 就會非常的痛苦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去把這些東西 全部整合在一起 讓大家在辦任何事情的時候 就只要在一個地方去建入東西 然後後面不同的政府機關的系統 就自動互相接在一起 你就不用再Key那麼多一模一樣的這些東西了 就是一站式的這個服務 那這個後面讓看起來不同的系統 但是能夠彼此自動的對接 不花人力就對接 這個東西這個技術叫做API API就是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就是說我提供怎麼樣的服務 你提供怎麼樣的服務 雙方如何在這個更好的前提底下 自動串結起來 這個叫做API 這是一個資訊技術的專用名詞 所以我們在內部的這個資訊 所謂數位治理上面 我們都是口號叫做 用API來取代KPI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在每個部會 如果自己要充KPI的話 往往是不會去想到 就是使用者的體驗是怎麼樣 但是如果你現在不要去想說 我要充自己的亮點 充自己長官的亮點去充KPI 而且想說我到底能夠提供什麼服務 我這個服務如何讓我別的部會 或別的地方政府 也可以當作我的顧客 最後也許是由他來提供 終端使用者服務 我就是empower他 我讓他的這個服務更有力量 我用這樣子的方法 用API的方法去想的話 我就會突破以前 所謂的KPI的這樣子一個苛角 那所以這件事情呢 我們在外交上面 要怎麼樣去引申這個呢 從我的角度來看 方交國就是一個KPI 它是一個量化的KPI 而且我覺得是不太有意義的一個KPI 這是我的個人見解 我不是外交部長 但是我從入閨已經 已經是這樣想了 就是說 我覺得 就是說 大家在看這樣子一個KPI的時候 往往會忽略說 我們事實上 台灣雖然是所謂外交受打壓嘛 這位朋友說 碰到各種困難 但是其實在全世界的各地 想要民主 而沒有爭取到民主 想要人權 正在爭取到人權 想要好的醫療環境 想要好的生活環境 非常地永續發展目標裡面 每一項正在致力於這個工作 而正在受到打壓的團體 是非常多的 台灣也是裡面最強的一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不一定是要用這種KPI的思維 我們可以使用一個叫做暖實力 不是暖實力 暖實力 就是說去幫人家送暖的 這樣子一個實力 去想事情 我自己在聯合國 目前已經參與了四次回憶 三次是透過視訊的方法 機器人的方法來參加 一次是真的人去 因為那時候在梵蒂岡嘛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發現說 只要我們一直挑一些題目 這些題目是我們可以送暖的 好比像說我們的健保系統 真的是有非常多可以輸出的經驗 好比像我剛剛講的這些 公民科技數位置體的系統 那這些東西 它因為需要發生的創新的場域 是在台灣 所以說我們自己端出去說 我們可以送暖的時候 我們是非常有底氣 而且不是一次性 好買整個直升機還是怎麼樣 而是說我們可以持續性的 去提供這樣子的服務 然後去深化這樣子的民主的關係 自由的關係 那當然像無國界記者這種 國際的NGO組織在台灣這邊設定 也是因為說他們不管爆的料 是附近哪一個國家的料 或者甚至台灣自己的料 台灣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我們絕對不會去打他們水料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無形中我們這些的影響力 就會透過這些國際的NGO 這些國際的朋友們去放大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會有更多更好的 雙向的這樣子一種 服務共享的API去出現 所以我自己覺得是說 這個才是我們智力的這個目標 那當然像最近 我今天剛才看到新聞說 這個蔡總統把本來要捐給 這個布吉拿法所的一些經費 現在改成捐給WHA了 然後接下來WHA的很多醫療的計劃 很多我們可以有一些實質的參與 我想所有的這些東西 都是我們接下來的一個 很具體的一個外交的一個方向 那數位治理剛好是一片藍海 因為這個東西不管它是在 公共政策的網路平台上面進行討論 或者是這邊的參與式預算 或者這些所有這些需要一個公開的 網路的發生的這些工具 這些工具甚至用人工智慧 來去凝聚大家的共識等等 這些東西確實都是北京方面 大概沒有辦法去做的一些創新 所以我們在分享這些創新的時候 如果中國要打壓的話 那他們是說不過去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每次我去參加 這一類的聯合國研討會的時候 只要事前跟他們的秘書處說 好 我幾天幾分去出現 那那個幾天幾分在場 就絕對不會有北京方面的代表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是說 你找出一些你有貢獻 人家不可能有貢獻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持續的去送暖 那這樣子的話 不管是哪一個國際組織 其實我覺得不會有不得情人而入的問題 重點還是說 不是好像我們很悲情 或者我們很可憐 而是說我們是一個可以持續送暖的 這樣子的地方 有一個朋友問說 請問台灣的電力到底有夠夠用 政府是不是有大數據可以去證實 有 但是因為今天這個時間的關係 我想我大概不太可能 今天變成能源政策講座 但是我有一個網址分享給大家 它叫Energy White Paper 能源轉型白皮書 能源轉型白皮書是一個我覺得 我們20年前就應該做的工作 我們20年前如果有做這個工作的話 今天就不會吵架了 但是在20年前沒有做 所以我們現在來做 那現在這個工作是怎麼樣呢 就是說 所有對各種不同的能源方案 有想法的朋友們 他們不管他是公民團體 他是廠商 他是甚至是個人 在每一場的會議裡面 他都可以去對 像剛剛這位朋友 對我們的各種試算的模擬的模型 潔能的模型 再生能源的模型 各種不同就是火力發電 天然氣發電等等的模型 去提出各種各樣的想法跟詢問 這裡的差別跟以前所謂的公聽會 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這個東西是一個叫做政策履歷 是一個就是一個流向 每一個字大家講的每一句話 誰在什麼地方提的 它會跑到哪一個工作小組裡面 工作小組會把大家的每一句話 整理成哪些共同的關注點 這些關注點 由哪些具體的官方的資料回來 這些回來變成哪些方案 哪些是政府沒有想到 因為有人提出來的新方案 所有這些部分 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邊是 不是大數據 一台電腦放不下才是大數據 這個是小數據 但是在小數據上面 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大家最關心的這些東西 怎麼樣是從試算模型 能夠去具體的 就是輪式去回答大家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把這裡面的 每一個模擬情境都去跟大家講 但是我這邊可以跟大家 就是分享的是說 在每一個就是大家關心的 這些scenario裡面 我們大概都可以確保說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每一年大概都會有很多 就是包含一起做一些節電 或者一起做一些風力 太陽能等等這些工作要做 但是呢它是不會有在哪一年 是說我們現在大家 如果就是用電量稍微 也是接近風大到一個程度 突然之間就有一個 不可預期的這個缺點 所以說這個 anticipation 我想是非常的重要 它不是說我們好像 一直電力都非常非常夠用 但是也不是說好像我們 也一下子沒有算好 就發生了這個意外的事情 那這個部分我想這個 assurance 就是我們這一切的不同的 就是能源配比的走向 都是在這邊使用非常透明的方法 跟大家做具體的雙向的溝通 我想這個才是比較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各種不同的 不管是環境的團體 或者是工業界的地方 或之類 經過這樣子的流向 它慢慢會到一個 雖不滿意 但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一個折衷的方案 那這個折衷的方案 這份白皮書裡面每個字 都可以回溯到 當時是誰 在什麼時候 問了什麼問題 提了什麼建議 經過怎麼樣的折衷 最後做出這樣子的結論來 那這樣子 大家就比較容易覺得說 好吧 那我們接下來幾年 就先用這樣子的路徑來走看看 那這樣子的工作 真的是20年前就應該完成 但是當時可能一方面 是因為網路或者資訊技術 那二方面是因為 人民跟政府的互相信任不足吧 不管是因為什麼原因 所以當時可能是用一種 稍微更激烈的方法 在做能源政策的討論 但是現在我們就開始補課 開始做這樣子的工作 就是 就是 我如果再給我這個 三個小時的話 我可以講更多 但是因為還有很多別的問題 所以我大概先只能講到這樣 但是如果有任何想要追問的部分 能源政策的折衷上面 都可以去進行雙下的對話 和目前還正在進行當中 那有一個朋友說 從這個彭博這件事件 可以看出網路的力量 對於網路的快的這個時代 政府有怎麼樣子的因應的措施 我們目前呢 在立法院才剛剛逐條審議完 應該很快會通過的 一個叫做數位通訊傳播法 的這樣子一個很基本的法 它有一個原則 就是說 我們不會把網路當作 好像是一個另外一個地方 你在現實社會 使用的民法 使用的刑法 使用的任何法律 在網路上都一樣使用 我們不會因為哪些行為發生在網路上 我們就特別去立一個法 我們不會說 在網路上面去傳一些什麼謠言 就跟現實社會傳什麼謠言不一樣 台灣所謂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是建立在說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只有兩個情況下 謠言的傳播才是可發的 一個是說 在選舉的期間 你意圖使人不當選 然後呢 去造一些關於候選人的謠言 另外一個是說 像在SARS 大的傳染病流行期間 你想要造成公共衛生上面的恐慌 然後去散播一些謠言 我們可以了解到說 這兩個一個是民主制度 一個是人的身體的健全 言論自由是 需要這兩個當作基礎 你把基礎破壞掉 根本就沒有言論自由可言 所以這兩個是可發的 但是在這兩個之外 我們不像很多其他的亞洲國家 沒有別的東西是可發的 別的都是民視的 就是說 你如果誹謗誰 那個人可以去主張等等 但是在網路上面 我們不會去做言論的控管 那我們不做言論的控管的結果 就是說 政府呢 他就必須要去改變 他跟人民互動的一個方式 那好比像說 這個大家對於這個 線上的一些謠言啊 一些爭議訊息啊 很多都是關於政府的 那在這個關於政府的 就是謠言或爭議訊息裡面 我們有一個處理的原則 這裡面呢 最重要的就是 剛剛講的 底下那個五圈一差的查 就是我們不會有 控管性的 專門針對網路的立法和修法 但是呢 上面的那個全公務部門 運用問答集 分方便事實查證 那個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不但在行政院的首頁 有即時的這個問答集 我們在我的 E政府 YWF.GOV.TW 我們也有一個 我們會讓所有的媒體朋友 在引用爆料公社 引用八卦版 或者引用所有的這個 網路上的這種 這個留言的 這個集散力的上游啊 在其他地方之前 先來看一下說 那不會對於這件事情 有沒有什麼 即時的澄清的說法 他可以做出一個 比較平衡的一個報道 那這個就是 即時的問答集的概念 為什麼這個很重要呢 因為這個想法就是說 如果你有一個朋友 那你這個每個禮拜 就約出來一兩次打籃球啊 或者看電影啊 你跟他很熟 那你如果聽到別人 關於他的謠言或八卦 雖然你聽起來好像 義分天音 你就是忍不住要分享出去 那你就會覺得說 欸我下次見到他的時候 我先問一下他嘛 或者說我先傳個訊息 看看他有什麼想法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謠言就不會散播 那但是呢 反過來講 如果這位朋友 兩個月才跟你見一次面 見面的時候都不講人話 講一些官話 然後呢 這個你問他五個問題 他十問須答 只會答半個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你聽到 關於他的謠言的時候 一下子這個義分天音 就馬上就分享出去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重點並不是 人民之間的這種 通訊更加緊密 更加快速什麼不好 而是說 我們政府要用 完全一樣的方式 來跟大家的這樣子的互動 也同樣快速 也同樣緊密 那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政府 先去信任人民 人民要不要信任政府 是後面的事情 但是我們先信任人民說 這樣子我們的快速的回應 是我們把所有正在發生的事情 很透明的告訴大家 的一個表現 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我想我們跟人民的距離 就會越來越近 這個是我們在網路正義訊息的 這個時代裡面 我們具體的一個做法 當然這些都是比較治標的 真的治本的呢 其實還是在我們的國民教育 我們國民教育 在接下來要上路的那個課綱裡面 我們是亞洲第一個把媒體素養 跟批判思考放在課綱裡面的國家 那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以前在以前戒嚴的時代 沒有戒嚴之前 有普利編譯館嘛 有所謂標準答案嘛 老師用特定的聲音 用特定的字體 講到特定的詞彙 前面可能還要加空格 那個就不只都是標準答案 那個如果這個不好好背下的話 可能會出事情 所以在那樣子的情況下 他就會想 就會養成一種習慣 你用特定的字體 特定的語言 特定的措辭 好像你就會接受 然後好像你就會去轉傳出去 那當然新一代的在戒嚴之後 長大了小孩 比較沒有這樣的問題 他可以看到網路上的任何的 那個表情 包括懶人 包括胡適說了什麼 他有知道這個 他不是胡適講的 但是這樣子的一種 獨立判斷的能力 我想我們還是非常需要放在 我們的國民教育 以及接下來主生教育 各種教育裡面 因為最後還是每一個人自己 他自主判斷訓習的真偽 這樣子的一個資訊素養 才是真正的抗體 才不會覺得說 他像什麼東西感染到 馬上就會咳嗽 馬上就會轉出去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們目前 對於網路爭議訊息的治理方式 這個方式跟歐盟上個月 通過的一項決議是相同的 但是跟亞洲大部分的其他國家 都不一樣 接下來就是有看一下 台灣的年輕人 這個如何展望未來的人生 目前大多的學生都往國外去尋求出路 那這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實際的例子 這是我剛剛本來想要分享的 有一個年輕的設計師的一個故事 就是我們現在呢 就是在公共治理的時候 通常這個政府有點像中間的那根繩子 然後呢不管是這個開發跟環境之間 或者是這個各種不同的概念之間 就是會拉扯 那傳統上上個世紀 我們如果學公共行政的話 會學到說政府有組織的這個功能 就是說本來不認識彼此的人 想辦法介紹在一起 讓他們能夠去謀求一個在中間自願分配的平衡 然後呢政府有這個仲裁的功能 就是確保這個平衡 它真的是有照顧到兩邊的 但是隨著網路時代的發展 這些朋友們自我組織的力量 都已經遠超過政府的力量 你隨便一個關鍵字 就可以集合到十萬人 所以在這個時候 政府的組織功能相形之下 感覺好像就沒有 就是有點薄弱 然後這個繩子就會被 兩邊越來越強大的力量 越拉越細 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我想我們從仲裁的這個角度 我們慢慢會要變成一個 是變成一個空間 而不是一個繩子 那這個空間就是去問說 好 大家有不同的立場 但有沒有一些共同的價值 有一些共同的價值 能不能去做出一些 對大家都好的一些解決方法 那這個概念就是所謂的社會企業 就是把社會的力量跟企業的力量 把它連接在一起 那這個是我目前在行政院 另外一個主要負責的一個工作 那這個工作就讓我看到 非常多年輕的朋友們 投身在這樣子的工作裡面 我們在五月五號六號 還剛在台中的文創園區 辦了一個叫明日亞洲的社會企業高峰會 大概有一千多位朋友們來 那非常多的年輕的朋友們 都正在做這樣子方面的事情 所以我就分享其中一個故事 給大家知道 那我想講的是說 社會企業並不是這個年輕人的專利 在有這個詞 這五六年開始流行之前 其實台灣做社會企業的朋友 已經做二十幾年了 只是那時候不叫這個名字而已 他們可能是叫一個消費合作社 要促進這個環保的概念 那可能是叫一個社福的基金會 是要讓弱勢的朋友們能夠就業 翻轉大家對於弱勢的看法 甚至喜憨而三個字都已經是一個創新 因為以前好像是叫做唐市政 會叫智障的嘛對不對 那現在實際上的這三個字 大家就會覺得是說 欸這件事情 它真的是變成是一個對等的 這樣子一個位置 那我想理人是用公司的心態 不管是用NPO用或是用公司 基本上的想法都說去結合各級的力量 去一起解決社會問題 那我最近常常跟一個年輕的一個設計師 他的公司叫點點善 就是一點一點做善事 那這個設計師他很有意思 他做的事情就是他有系統的去看社會上 某些被當作弱勢的人 然後試著找出他們的長處 然後證明給大家看說 他在某一個地方是有優勢的 話比像說他之前跟寫漢兒基金會合作 寫漢兒呢除了這個崩貝啊烤麵包之外呢 他讓那些寫漢兒裡面比較會畫畫 有藝術天分的朋友們來做實覺設計 所以呢大家就看到大家設計出來很多這些非常棒的這些 這個logo啊這些東西啊 其實都是喜歡人畫的 就是非常厲害 那他就把這個東西變成視覺意象 然後呢就變成是可以賣的東西 所以反而是讓大家看到一些有優勢的 或像在盲人的朋友方面 他跟很多社會企業合作 像台灣也有一家叫黑暗對話 那黑暗對話他的做法就是說 我們做一個共識營 但是是能全部關掉 而且是完全就是伸手不見無知 那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都會覺得手足無措 然後呢就會比較願意敞開心胸 然後去做一些很真誠的一些討論 那那些很堅定引導大家的引導員 就都是盲人 所以這個時候呢在那樣子的狀況裡面 他是優勢的朋友 我們才是弱勢的朋友 這個時候大家這樣子經過這一次共識營之後 對盲人的看法就翻轉了就改變了 那像這位設計師最近一年左右在做的一個案子呢 就是對接賣者去做一個翻轉 接賣者大家可能都碰過嘛 就是坐著輪椅可能就是身體有些不方便 然後可能想要賣你一口香糖或者是衛生紙 這樣這些朋友 那這些同樣他也是用服務設計的概念去看說 在這個裡面有沒有什麼服務是可以去創新的 所以當然我們服務設計的第一步就是要interview 然後去找一些痛點 所以他就找到了三個痛點 第一個是說你通到接賣者的時候 很少人知道他們後面的皮膚的來源 business model是什麼 所以很多時候會有一個疑慮 而且他跟你的互動是很有限的 他可能說先生小姐行行好 他也沒有一個很好的CRM的一個系統 所以說你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時候 跟他的互動還是比較有限 那第三個部分是說他的subline chain也不一定很有優勢 所以意思就是說他賣的不管是口香糖還是衛生紙 可能比其旁邊便利商店的也沒有便宜到哪裡去 至少還可能比較貴 所以第一次也許你就覺得好了 那就買一下 可是第二次第三次你跟他的那個社會的連帶 並不會比較深化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樣子一種形象往往都是讓人覺得說 好那就是弱勢就是要照顧的 那所以這個設計師他並不是自己去做全部的事情 他是正對每一個痛點去找到在台灣 正在投入這件事情的朋友 這些社會企業我們觀察到 並不一定都是年輕人 年輕人很多是去做創意做發想 但是在他的董事會裡面通常還有壯年的 或甚至是比較接近老年的 他在平常的就是他本來的本業已經創業非常成功了 他現在想要做一些公益 所以說他就在這個博明本的這個角色裡面去擔任 mentor 的角色 或者是說他如果是跟某些弱勢 或者之前所謂的弱勢的朋友們 有相同經驗的朋友們也會加入這樣子的一個治理的模式 所以就是所謂的跨世代跨領域的這樣子一種創業 他比較可能變成成成功的社會企業 所以他們就跟有一家叫人生百味的 專門去幫這些就是無家者或接賣者 去讓他們穿得很professional 然後去讓他們用比較自信的方式去進行互動 不過台灣其實有非常棒的補具的這樣子一個 supply chain 所以他們找到其中一家 然後去做這個輪椅的改造 它變成一個mobile station 是一台非常厲害的一個電動行動車 有個大螢幕可以放工藝廣告 互動行動支付之外 駕魚還可以折起來變成黨禮棚等等 所以看起來就變得非常的陷阱 然後他在一個一個城市去談 好比像說他跟台北市說 你不是要當這個公平貿易之都嗎 那這樣他上面放的東西 是不是可以一些公平貿易的茶 或者是咖啡 或是其他的有特色的東西 就不一定只能賣口像他們的衛生紙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也是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是說這些朋友們他們不會只把自己想到的這些 就做為自買 他把自己這樣子一個concept丟到網路上面 然後透過群眾募資的這樣一個力量 他們要募八十萬嘛 一下就募超過一百萬 那這裡的重點並不是他募到多少錢 而說就算你只拿出五十塊 只拿出一百塊 你都獲得了一個參與這個project的一個發言權 這就像小胖母歷前期裡面那個欺牆的那個故事 就是說你掏錢出來 然後你就覺得我有一份 就蓋了一個廟嘛 其中一磚一瓦 只要一個磚頭是我的 這個廟就是我的 所以我當然想要看到它更好 所以網路上的這些群目的朋友們 就提了各種各樣的主意 好比像說像網路不太通常的地方 例如像這裡啦 那我們這個mobile station 它就可以當作Wi-Fi的一個熱點 好比像說你的手機如果沒有電了 那它是一台電動車啊 它當然就可以有一些各種不同的街頭 放點手機快速充電 一面充電 一面它就泡一個公平貿易的茶給你喝 然後就可以跟它多聊一聊 又或者說突然下雨了 那這個前面其實有個知無貴的 它可以放愛心雨傘 它可以變成整個社區 就是聚集的point等等 也就是說透過這些群眾募資者的力量 大家就是集思廣言 一直想出一些新的service 可以往上面去搭 這個時候大家看這個mobile station的想法 就是說它是一個很好的同路 它是一個很好的這個presence 那這樣子的時候 你的想法就不是CSR的想法 不是一個做膳食的想法 就是一個business development的想法 就是說這個跟我的供應鏈 可以怎麼樣串起來的想法 這可以做什麼東西的出海口 這個比舉牌小人實在好用太多了 等等的 好像這些想法就會開始冒出來 那這個時候它才真的進入掃帶圈裡面 才真的變成商業世界的一部分 這個時候大家就不會覺得它是若實 所以我們在輔導這些朋友們去 不管是創業或做這些異業結合的時候 最重要的一個point就是說 這不是只是年輕人的事 這也不是只是老年人的事 這也不是只是某一個輔具的工作者的事 不是某一個做承照的人的事情 而是所有這些東西結合起來 然後做出更好的這個貢獻來 那從這樣子的角度來看 其實很多人在投入在這裡面的時候 他獲得那個滿足感 跟成就感 不是薪水換到的 他的薪水當然其實也不低說真的 但是當然你要說這個 跟我以前在溪谷寫程式 那當然是不能比 但是為什麼大家還是願意投入這個 為什麼我願意就是薪水砍到三分之一 然後回到這邊做公共服務 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你賺錢超過一個程度之後 每多一塊錢能夠買到的快樂就越來越少 它是邊際底田的 但是呢到某個程度之後 社會關係 我剛剛講的這種各種不同人群之間的連帶 越來越多的時候那個快樂是越來越多的 所以就是說用錢能夠換來快樂有一個極限 但是用剛剛這種社會關係翻轉再來快樂 它沒有極限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吸引很多朋友 去投入這樣子的工作 然後做出一個永續的發展的一個商業模式來 所以這邊大概回答這位朋友的一個說法 那當然如果這個創新的模式 它很適合在別的國家發生 我們現在也很鼓勵大家 就人才對流啊 就去那邊啊 解決當地的問題啊 不管柬埔寨也好還是哪裡啊 解決那邊的問題 那等到有很多理念相投的人之後 就帶一團人回來 這樣子也是一個非常好的 創業的跟外交的一個模式 有一位匿名的朋友問說 目前世界強人領袖的旋風 包含左瓜號美 右瓜號川普 左瓜號蘇 右瓜號普丁 左瓜號北韩 右瓜號金正恩 左瓜號中 右瓜號習近平 左瓜號北律賓 右瓜號杜特地 台灣未來是否也需要強人的領袖 台灣未來如果在強國的林立當中 走出一道抗中大道 這個題目我想我們可以開大概三天的STEMIN 這大概沒有辦法三分鐘去回答 但是我想我先offer一個 我一個的簡短的一個perspective 簡短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其實這些所謂的就是強人領袖 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它不懼怕衝突 它碰到衝突的時候 它很快速的讓你知道它目前的想法 而且如果大家有看過川普用Twitter的用法的話 他用Twitter的用法是Twitter當年被設計出來的用法 就是說言簡易改 一句話絕對不會被有第二種第三種解釋 你根本不用猜 它那個意思是非常非常清楚 那這個就是當時Twitter發明的時候 用來取代部落格或取代那種所謂long form 就是你有各種各樣子的長篇大論要先鋪陳 再論述再什麼東西 那我想就是川普用Twitter的做法 是值得所有用Twitter的人學習的 那我很高興我們目前就是外交部的Twitter 目前正在非常好的就是包含跟 像最近跟美國的眾議員參議員在Twitter上面 坐在一整天都在那邊你來我啊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是真的有學到那個的精髓 所以我覺得這是蠻好的 就是說我不懼怕衝突 碰到衝突的時候是面對它 面對它的時候把自己的立場跟自己的講法 用非常短的字句 然後講的沒有人能夠搞錯你的意思 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就是到底台灣要往什麼方向 就是左派啊右派啊什麼之類的 那關於這個我有一個標準的回答 就是說向上 就是台灣呢 因為是就是從歐亞大陸板塊 然後菲律賓開板塊 然後我們是在板塊轉圈嘛 那所以這個過程裡面它當然是會有地震 這個是免不了的 那但是呢這裡的重點不是說 我們把地震把衝突看見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我們就逃離這個地方 重點是說我們的工程裡面的那個耐震的結構 就是說地震如何不讓我們的生活受到太大的一個影響 以及每次地震之後 其實玉山是會往上再漲一點點的 再漲幾公分 所以就是說台灣市場真的它是持續向上啊 這個不是只是一個比喻啊 這是一個地質學上的一個事實 所以當我說持續向上仰望星空的時候 除了地質學之外 我想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在衝突之後 像最近還是有個國家之上的衝突嘛 我們在價值上的衝突之後 有沒有可能說好 那我們在下一次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更凝聚說 怎麼樣好好把這件事做好 對品質的對價值的要求因此而更高 而不是說每次衝突之後 好像就一部分人被犧牲掉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就是在衝突裡面求去共和價值的 這個價值 我覺得是台灣很重要的一個價值 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一直不能放棄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百分之百的機會結社自由 因為你若一放棄它政府一去控管 那這樣子在衝突當中尋求 共和價值的這個能力就消失了 基本上就是政府說了算 對這個情況 我覺得這是台灣的一個很獨特的一個優勢 那當然在歐洲也有很多這樣的國家 北歐的一些國家 瑞士也是這樣 愛沙尼亞也是這樣 但是台灣我想跟這些國家有一個蠻大的不同 就是說我們在這邊的文化更多元 然後我們在這邊的人更多 說真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能夠凝聚出來的更多的這樣子的價值公式 它更能夠去Apply 更能夠去輸出在很多還沒有像我們一樣 有這樣子一個深化的民主的這個過程的 第二國 第三國 第四國的網路化的數位化的國家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我們暖施力裡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當然其他的不管是在就是農業的生計的一樣的 所有這些部分的暖施力也原住也是非常重要之所以 我剛剛講的是我自己比較熟的一個部分 南投社的常樂想要知道說 如何善用數位科技來快速的學習 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數位科技它的一個特點就是說 它不會沒有耐心 人當老師的時候 就是說老師都有心情好的時候 跟心情不好的時候 那你連續教一整天的時候 大概差不多就是剛吃完午飯的時候會有一個低潮 剛吃完飯的時候會有一個低潮 然後那個時候呢 你如果要持續就是一個長時間的教學的話 大部分的時候一個老師他不太可能 我雖然是維持在最好的狀況 但是呢 我們所謂的翻轉教學就是我們讓相當好的老師 把他最好的時刻的那樣子一個互動 我們想辦法把他盡可能的路過來 我們在上一個世代就是像YouTube 這種2D 比較像看電視的時候 我們當然能夠補充的比較是一些理論型的數學 無理歷史 都有這些的這個翻轉教學 但是現在隨著AR、VR 這種immersive 環廠投影 這種就是手勢操作 手錶 這種科技的進步 我們現在能夠Capture 就不只是這種抽象的或者是比較符號性質的 包含怎麼修摩托車 怎麼樣子去做這個都市規劃 這種需要空間的 需要使得動手的 我們都可以把這種老師 付的這個能力去把它Capture 在這樣子一個互動空間裡面 甚至是去運用一些AI去進行教學 那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任何時候你想要學一個新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先到線上的這個教育餘 或者是我們亞洲聯繫細部的網站上面 有連到非常多線上的數位課程 在那裡面去找到說哪些不會累的老師 可以跟你不斷的互動 那在線上有一個叫做可汗學院 他一開始為什麼會創辦這個可汗學院 就是說他當時是好像是教他的職子吧 數學 然後呢他教了之後呢 因為怕他這個需要溫習嘛 就把它錄一次 然後就他教完之後就錄下來 後來他其實就跟他說 我喜歡那個螢幕裡面的你 多於真的這個你 因為真的之後你會生氣 螢幕那個不會 螢幕那個我可以一直放 放個五六次 然後一直放到我會為止 他都不會生氣 但一樣的概念 我要你講到第五次你就生氣了 你脾氣沒有那個錄影裡面的那個好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是很實在的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大家老師就會說 那我們老師要做什麼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在新的課稿裡面 我們給老師一個不同的一個任務 就是說我們以前是技能導向 就是你要盯著學生 直到他會有一個技能 但是我們在新的國民教育 現在是所謂的素養導向 就是說你要陪著學生 就像剛剛我說 不是威權的政府說得算 也不是威權老師說得算 那學生每一次只要一卡關 那你就可以用一個 共同學習者的角色 你先 你把先學嘛 所以你告訴老師 你要怎麼樣去找資料 怎麼樣去做批判式的思考 怎麼樣結合不同的領域 去讓學生看到說 學習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他可以解決一些實際的問題 那這樣子的角色的引導師的老師 就是在接下來我們國教 不管是在師陪 或者在其他的系統裡面 我們要教出來的老師 這部分很大部分 因為我們十二年國教科科 我們延後一年 延後兩年上路 所以失陪的部分 可能比較不是問題 現在主要還是家長的觀念 就是說家長的觀念 如果還覺得是說 學生就是要找到一條跑道 然後就是要有競爭力 把所有人都比下去 然後變成第一名 還是第二名 以前那種所謂競爭力的思維 在現在每一個領域 都在彼此之間 互相融合的這個時候 這樣子競爭力的思維 其實是很有害的 我們現在在創業也好 因為只有他自己跑的那個方向 所以他已經在起跑線上 別人都不在那個方向 他已經在起跑線上之後 他創造出他自己的一個價值之後 他再開始跟不同領域的人 去互動去組隊 組隊之後 他組成一個NPO 一個合作社會家公司之後 他也有競爭力科研 再有那個團體的競爭力科研 個人把別人抵下去的那個競爭力 很可能是最不重要的 在未來的世界裡面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們教學系統 已經有的調整 包含高校以後大學都可以念十年 你需要什麼 再回大學念再回大學念 這些都會變成常態 那以前那種一條線的 單軌的競爭力的概念 很可能 不是很可能 在明年就要慢慢開始 sunset 開始落日了 那這個呢 同樣我們也是在亞洲國家裡面 跑得很前面 但是在一些北歐國家 他們早就已經在這樣子做了 有一位朋友問說 請問今後最希望 台灣的中小企業 如果把台灣的未來再交給下一代的時候 如何讓他們更能夠利用到台灣最好的一個優勢 這實在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自己在創業的時候 其實我很感謝就是當時帶著我 就是一起創業的長輩的朋友們 因為我想對一個年輕人來講 就是對下一代來講 最希望的就是平起平坐 並不是說好像是就是他是年輕人 所以他最有創意什麼都交給年輕人 然後上一杯就不關了 但是反過來講 也不是說上一杯覺得說 我什麼東西都有最懂 然後呢 這個年輕人就是要替我使喚 當然不是嘛 都是希望是平等的 peer to peer的這個情況 那這個情況呢 我常常講說 一個新的科技出現的時候 就是最適合發展這種 跨世代的共同創造的時候 像舉例來講 大家可能知道之前有個遊戲 它叫做Pokemon Go 就是精靈寶可夢 所以大家在手機上面 拿了之後呢 就會看到本來沒有東西的地方 會冒出一些東西來 然後你要去抓它嘛 那所以我們就看到就是每一次 就是稍微這個太陽沒有那麼大的時候 就有很多阿公阿嬤帶著孫子孫女 然後一起去逛台電的便店巷 就說因為在那邊不要抓得到Pokemon 那在這些時候呢 我們就發現說你看不出來是哪邊在哪一邊 因為不管對長輩來講 還是對小孩來講 這個都是他們第一次看到的東西 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們就是很平等的 就是好像一起在學習一個新的東西 甚至在中間的這個 我們壯年的朋友們 如果剛好就是工作有空的話 也可以有一些貢獻嘛 可以開個車 時速一直開在29公里 就可以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每一個人都是貢獻者 沒有人能夠說 我已經玩這個40年了 不可能 因為這個才剛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 大家就可以去做一些貢獻 做一些貢獻創造 那經濟部 在就是新政府上來之後 辦了一系列叫做Mix台灣 這樣子一個活動 好像有在台中這邊舉辦 Mix台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它就是讓傳統產業的 某一位年紀可能比較長的 也創業很成功的中小企業主 然後跟比較是新一輩的 然後跟人比較靠近的做軟體做服務設計 或者是做其他的這個部分的創業家 那這兩位朋友們呢去進行對話 那對話的時候有第三個人 這個第三個人呢 他可能就是一個AI的這個專家 那這個AI專家他可能是科學家 可能是研究者 可能是在別的應用領域有一些AI的想法 然後他就是想要帶回台灣來 那這三方的對話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像剛剛抓寶可夢那個狀況 因為對雙方來講AI都是全新的東西 AI的意思就是說 任何榮的部分 任何重複的部分 任何人來做都一樣的部分 都可以讓AI來學 以前你要花很多錢 請程式設計師把你學到這些東西 翻成機器的預言 但現在因為有了AI 所以這些榮的部分 你只要加個攝影機 讓你加個智慧音箱 讓機器看你做了一百次 你就會了 他就幫你做 那所以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就會變成是說 雙方年輕人跟長輩的這個朋友 就可以一起去上述 他們如何運用各自的專業 去把這種新興的技術 做出有意義的應用 這是所謂的AI產業化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雙方都沒有比彼此更懂 他就可以去做調適 這個調適是心態上的調適 就是說誰也不是比誰大的 那樣子一種平等的這種調適 但是如果沒有中間的這個新的科技 新的技術 新的視野的話 確實很容易就變成說 我走過的橋 比你走過的路 或者是說 這邊覺得說 我接觸了這種新的領域學們 那個時候我學 像服務設計 可能20年根本還沒有這個科目 所以就會變成兩邊都 各自搶各自的 可是有點talking past each other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在一個新的具體的 對社會有具體幫助的題目上 挺進行的創新的時候 最適合做這樣子的中小企業主 跟下一台中間的討論 空屋要如何改善 這個呢我們有行政院空屋行動方案 請參考行政院空屋行動方案 不過我想這裡最大的一個point 就是說大家還是要在一個實際的事實上面 去進行討論 很多時候所謂的空屋 它是本來就是好像幾點的時候 在某一個地方 它以前是沒有空氣污染的 但是現在污染之間 你就看到空氣污染了 它那一天的其他時候 我們按照這個資料 冷冰冰的數據 告訴我們說 其實它的空氣品質 並沒有變得比較壞 但是你會記得說 這個跟我小時候 幾點的時候的 那個空氣品質不一樣 那這個時候呢 它是一個心理的感受的事情 它不真的只是數據能夠去解釋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要如何解釋 那一刻的那樣子的一個變化 然後去用我剛剛講 那個民生公共物聯網 的那樣子的一個過程 去把這個story 變成是大家都聽得懂 而且它在科學上是有效的 不會某一位老師 又跑出來說 這個資料不齊全啊 等等這樣的情況 這個是我們政府可以努力的 但是大家都可以做的事情 當然就包含是說 去用更多這個比較乾淨的 比較節能的 行政院雖然是說好像2040 還是多少什麼 就是所有的這個會開業的機車啊 然後接下來就是汽車慢慢退廠啊 等等之類 我想大家運用大家的專業 這個進程很可能 它在特定的城市 可以比重量做定的 這樣子的目標更快 所以我想還是有很多具體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說這個東西 大家做了之後 就不另一起來 大家知道說 欸 別人也可以 也可以來一起做 一起淘汰掉這個二行程的機車啊 等等這些東西 其實以前都是大家 都有在做 然後比較低調的在做 但是現在我覺得 把它變成一種高調的在做 像節能一樣的事情 高調在做的事情 我覺得也是非常有幫助的 有一位朋友問說 台灣在人工智慧的發展上面 有哪一些優勢 有哪一些劣勢 這也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在台灣的這個 AI的發展上面 我們有一個台灣AI行動方案 然後呢 它有一個英文版 就是 ai.taiwan.gov.tw 我們現在盡量把 行政院這種重大的政策 都有一個相應的 什麼.taiwan.gov.tw的網站 所以像就是智慧國家 就是 smart.taiwan.gov.tw AI就是 ai.taiwan.gov.tw 生意產業呢 就是 bio.taiwan.gov.tw 但是呢 一材的朋友們告訴我們說 bio其實沒有一材的意思 所以你打 bioman.taiwan.gov.tw 它也會跑到同樣的地方去 所以anyway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盡量把台灣在每一個 就是跟世界需要合作的 這樣一個發展 都去把它做成這樣一種 一戰式的 讓國外的大廠 不管是來這邊 200個AI研究員的微軟 或者google 這個禮拜三 在NVIDIA IBM Amazon FB 都能夠一下子 就可以看到說 台灣的優勢是什麼 這是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台灣接下來要做什麼 那這個我們也是 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還有一些 這個為什麼會有照片 這個先不理他 總之就是說 我們把我們要做什麼 這個即時的 快速的在這邊 反映給大家知道 那這邊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只分享一件事情 叫做 Test Fill and Regulatory Co-Creation 通常是實驗場域 與其法規的共同創造 那這件事情是 基本上台灣是非常有優勢的一個地方 這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全世界現在做AI的朋友們 都在看AI要怎麼樣去融入社會 但是AI融入社會的過程 就有一點像是原始的這個 類人魚跟狼 互相馴化成現代制人跟狗的這個過程 就是說雙方都有所搭配 比如說我們在台北 空總的這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我還是把這個照片調出來 讓大家感受一下 無人車在那邊開的感覺 對它是長這樣 然後呢就會有 當時就是有一堆無人的三輪車 在那裡面包含旁邊的街道 包含建國方式旁邊等等這些東西 一天到晚在那邊跑來跑去 那那些無人的三輪車 事實上是完全是開放原始 Open Source 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它的運作的邏輯 那它的資料也是開放的 而且它很便宜 用最便宜的LIDAR 所以北科大學生都可以自己拆 然後加一個眼睛啊 加一個什麼顯示膜啊 做什麼事情 最後就是因為它是三輪車 雖然在童話裡面說它跑得很快 但是事實上它跑得很慢 所以就是說它撞到人也不會怎麼樣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可以再不需要 額外的法定的情況下 讓跑得慢的三輪車 在那邊去測試它跟人要怎麼互動 By the way 這個足球場 這個是喜漢兒畫的也設計出來 這真的很厲害 你要我畫不是畫不出來 所以我的意思說 在這樣的一個很開放的場域裡面 讓無人車慢慢開始跟人類互動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不只是說 無人車它的應用上面的便利性 而在社會上 你真的看到一輛無人車的時候 你覺得它開太快 你怎麼鋪它 over 你要怎麼樣去招手讓它停下來 它看到的世界是什麼 為什麼它看到某個狀況 忽然停下來不動 你能不能戴上一個AI眼睛 或用你的手機 去跟它做一些互動式的行為 去進入它的世界 所以不只是說 AI要試著說人話 人也要試著去看 從AI角度來看 這個世界是怎麼樣的 那只有在這個時候 它融入我們社會的時候 才能夠使社會去接受的 而不是覺得說 某些國際大廠 把我們當作AI的整理 的這樣子一種看法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規劃了一系列的法案 那有一個已經通過的 大家可能知道 叫做金融殺火 金融創新及發展實驗條例 那這個叫做Fintex and Box 簡單的來講就是說 如果你要用AI去做Banking 所謂的人工智慧領財 或者是什麼區塊鏈的虛擬的貨幣 或者是什麼P2P Lending這種東西 金融會目前還覺得 我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管 那在以前他不知道要怎麼管 基本上就是 他就會說那是不合法的 但是呢 現在即使是不合法的 你也可以說 我要做一個實驗 我覺得我要做這個實驗 對社會有幫助 所以說我希望金融會 給我6個月或12個月的實驗期 我在這中間我就是要違法 我就是要把某些特許的門檻 我要假裝它不存在 然後By the way 某些地方政府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條例 我跟地方政府談過了 他們覺得也可以放鬆 某些別的部位所主管的法規 命令沒有到法律層級 我也希望在我的實驗期不適用 那在這個過程裡 你就可以去告訴立法者 跟告訴我們這些公共行政者說 為什麼你的這個新的AI Banking 或什麼的科技 值得我們去幫你調整這個法規 那如果經過6個月或12月的實驗期之後 所有相關的利害關係人 真的都覺得這是一個好主義的話 我們就會改我們的法規 如果要立法人去改法案 當然要拖比較久 但是這個實驗可以延長到最多三年 這也是全球最長的 在這個過程裡面立法通過之後 就有一個新的行業了 這個社會法規就因為你的創新而落走了一步 那如果經過6個月的實驗之後 那它只是一個壞主意 那我們至少不會像驢鼠這樣一個一個跳進去 我們第一次跳進去的時候 怪不得這是個壞主意 所以很燙 那我們就感謝投資人幫大家付了學費 那接下來就要用別的方式來做創新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 等於立法院把它一部分的立法的權利 交給所有正在做創新的大家的這樣一個題目 那AI Banking就是金融商科之後 我們接下來我們已經送到立法院 上個禮拜才送的叫AI Mobility 就是無人載居創新實驗條例 所以同樣的這也是世界第一個 我們把陸海空合在一起 你開一開會飛起來 飛一飛會跑到海裡 等等的這些交通部不認識的這些載具 都可以像我們剛剛搶三輪車的誤動一樣 在地方政府的同意之下 去解決偏向運輸的問題 去解決各種各樣的問題 然後讓社會看到說 AI要怎麼樣去fit in這個社會裡面 那這個部分 立法院已經把他列成很優先的法案 應該下稿會期就會通過 所以對AI的這個開發者來講 台灣不但有各種跨領域的技術 它需要智慧印箱的時候 從做硬體到韌體到sensor到所有的部分 當然都在台灣可能都在台中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可以有很好的散開券之外 它這樣做出來的東西 在台灣就可以藉由一個接一個的這種砂鍋 去得到一起去把 人跟人要怎麼樣相處 AI Safety的這個NOR 就是這個社會的場合 去把它做出來 這個東西做出來之後 它在全世界都非常好用 而全世界很少國家使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一起測試AI 在亞洲只是僅見的 那所以這個我想是台灣 我們再做另外一個優勢 那當然還有很多啦 包含我們很好的各種跨領域的人才等等 那這個部分 因為新聞稿裡面還都有 我就不花大家的時間來說了 好 還有八分鐘 有一位一人做事一人當小丁做事小叮噹 來說這個學測制度的改革 對於學生能力的培養目標是在哪裡 確實素養導向的那個 試體設計真的是比較不容易的 但我很誠實跟大家說大包裝型 自己有很多要學的部分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講說它的目的是什麼 它的目的是說在每一個以前技能導向是說 我們在學到一個東西 好像一個工具性的知識 把它掌握精熟之後 我們就看到問題就可以用特定的方法來解決 這個叫做技能導向 但是這個東西隨著AI的發展 就是人裡面工具人的部分 越來越就是人性工具就會去取代了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測試的不是這個 而是它有沒有能力看到一個新的情況的時候 自發的去調動被調動的資源 然後去解決問題 這叫自發 在調動資源的過程裡面 如果碰到跟它信仰不同 價值觀不同 文化不同 領域不同 世代不同的人 他有沒有能力跨越這些隔閡 去做互動 這個是互動的素養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能不能把對方當作工具 而是也看到對方有他的價值 然後找出雙方共同價值 這個叫共好 對自發互動共好 這三個素養 大概就是我們在現在 希望大炮重新 能夠把它的測驗 慢慢就開始測這三件事情 這真的不容易 他想一下就可以知道 這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們 這是目前國民教育很明確的一個方向 所以說大炮重新 現在也慢慢慢慢的開始 往這個方向去做改變 這樣子 各位朋友問說 台中市政府集會堂的 公務部門的網路環境 要怎麼樣改善 這個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我具體的建議是說 可以引入一個叫做Mesh的技術 Mesh就是說 你有很多個不同的無線網路的橋接器 只有一個連到那個實體的光線的那條線 一條網路線 其他的就隨便佈在任何地方 但是他們自己直接就可以彼此發現 然後彼此連結成一個有機的網路 所以哪一個太塞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好像調度一樣 把它調度到Mesh裡面的另外一個點 那現在在台灣的這個網通的這個產品界裡面 Mesh技術都已經非常的成熟了 所以好處就是說 你覺得哪一個地方太塞車的時候 你就在同一個情況再多買一個就好了 像空總我們就買了三台這個華碩的 就是Mesh系統加一個AI Mesh 那大家都覺得非常方便 那任何時候有私教的時候 你就在買一個四台 然後你就丟在那邊 你也不用去管 它到底能不能連上另外三台哪一台 它自己就會去把那個網路的頻寬 調整成最適合使用的方法 所以我想Mesh技術是蠻重要的 最後五分鐘 有一個朋友說 台灣外交的困境要如何突破 我剛才是已經講了一些了吧 但是我想這裡就是說 困境它是 KPI導向的一個思維的一個產物 我當然不是為了部長 所以我也不能說 這個KPI什麼時候慢慢把3C掉 但是我自己看中的是API 就是說我們跟各個不同領域的社會運動者 或者是做民主工作的朋友 在經貿上面去做 就是價值年齡的對生活的好處事情的朋友 在環境上面對永續發展 對氣候變遷 對這方面的科學有興趣的朋友 這些我們的聯繫有多麼的神話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分享一個最近我自己在推特上的經驗 因為這是公開的 我覺得我就直接講 就是說其實呢 就在就是最近我就是上上個禮拜 我才答應這個非洲的所有 他們有透過類似我們的太陽花的運動 在這個2014年我們這邊有一個佔領運動 然後透過一些網路的集結 然後去改變了一些大家對政治的一些想法 那在非洲在阿拉伯之春的那一國的時候 也有很多國家有類似的運動者做類似的事情 其中一個就是布吉拿法索 那然後呢 那在這些 所以這些運動者覺得布吉拿法索 是一個很適合做這個集會的地方 所以我就有一個朋友的朋友 我的朋友是獅子山的運動者 那他的朋友是塞內加爾的運動者 然後他就會 他就請我來做一個panel 把我跟馬德利的佔領的運動者 一起來告訴非洲的這些朋友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凝聚這個全世界的力量 要一起去推進民主的神話 那他們辦的地點在布吉拿法索 那是在下個月 好 那然後呢 所以呢 那一天 就是半夜的時候 那個主辦方就馬上推特我 其實那都是公開的 說發生這種事情了 那你有什麼想法 有沒有什麼要講的 那那時候我就馬上就回了他 我是quote我們這個蔡英文總統的一句話說 發生這種事情 他只會把台灣越來越往全世界對自由民主感興趣的朋友那邊推 那發生這種事情 他就會越來越強化我們對想要做民主自由這些朋友們的連結 那這個說真的 他就是事實上真的是這樣 因為發生這種事情 你看我剛剛講的那些運動者馬上就在推特上開始關心我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件事情他真的是因此而強化了我們之間的連結 所以並不是因為這個看起來斷腳或不斷腳 所以我們中間的這個友情或者友誼 或者我們對於非洲的這些運動者 忽然之間我們就不送暖了 當然不是這樣 我們因為這樣的關係他們更會覺得說 好台灣是在一個跟他們類似處境的情況 而且台灣的經驗真的是他們可以使用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外交我們當然還是會繼續做下去 好那因為時間的關係好像是沒有 好但我們就只回答最後一個問題 有一位94IPRI問說馬前總統日前受訪的時候提到 台灣未簽訂服務貿易條例是一個天大的錯誤 因為就我的觀點 台灣目前的處境是不是適合簽訂其他的貿易協定 應該這樣子講 就是說像我去紐西蘭的時候 我如果 我就要入個消息的時候 我人正在紐西蘭 參加也是數位民族的這個活動 那我入個之後又去了兩次紐西蘭 那紐西蘭其實跟台灣在一個非常相似的情況 然後我們在數位置體上有非常密切的合作 那我們跟紐西蘭就有錢 有錢andstack 那就是台灣跟紐西蘭中間的太娘雙邊這個協定 那在這個協定裡面有一些東西是WTO架構裡面沒有的 我想要特別提出來講 由於來講 紐西蘭它的憲法並不是憲法 它的憲法是當時的這些就是白種人跟毛利人的一個合約 瓦塔拉底合約 那這個合約就是他們的憲法 所以嚴格上面來講 目前他們還是原住民族跟新來的人共治的這樣一個架構 那在這樣的一個架構裡面 他們有一些非常厲害的法理上面的發明 比如說毛利人認為一條合一條大合它是有靈魂的 它應該要有人格 所以在他們的法律裡面 目前他們承認他們的某一條大合具有法人格 它可以加入董事會 它可以具有否決權 那這個是就是它是用毛利人的觀點來看我們現代的公司治理 那當然是政府跟原住民族各派一個代表來幫這條合去做決策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環境治理裡面 一個非常嶄新的這樣一種社會創新的這樣一種概念 那所以呢我們在跟他簽ANSTAC的時候 我們就特別簽了一個台灣的各原住民族 跟他們的各原住民族 主要還是毛利族的各個tripe 中間有另外一軌的外交 跟我們就是漢南這邊的這個政府 跟他們那個政府中間的是比性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很多 我們這邊的原住民族 不管是就是立法委員 或者接下來他們已經成立 開始成立部落會議了嘛 所以部落會議的等於也是領主們 去跟毛利的這些領主們 去進行實質的這個外交 第一個這個能見度非常高 然後第二個這個部分的這個工作 是全世界所有在類似情況的原住民族都碰到的 所以忽然之間我們在全世界類似的情況下都有朋友 我今天才剛接到一封E-mail說 正在做這種原住民族 幫這些原住民族的老人 他是在美洲 北美洲 印第安的人吧 去做這個3D建模 讓他們做一些口述歷史的故事 然後把他當年的這個獵場 把這種東西在AR VR裡面去重建 然後讓部落的新一波的年輕人 能夠帶上VR 就重現當年的那樣子一種部落的文化教育 然後他可以透過語音合成的技術 把所有新的詞 我們電腦裡面的這些新的詞 即時翻譯成原住民族的語言 然後讓這個語言是一個活的語言 不是只能講舊的字等等 有很多做AI的朋友正在做這方面的貢獻 那因為我們有簽這樣子一種原住民族 在原住民族的協定 這樣子的諮詢 這樣子的合作 才有可能流到我們這邊來 那像這樣子的協定 它是充滿了文化上面的意義 那我覺得我們越能夠簽這種尊重彼此的文化 在彼此的文化裡面找到 類似的或共同的一些concent 在這些concent裡面 即使原住民族議題不再能續發展目標裡面 但是沒有關係啊 對台灣跟有些人都非常重要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 就會更深的外交上面的密切的聯合 所以我想貿易協定本身它是一個 重力是一個neutral的工具 最主要還說透過這個工具 怎麼樣讓雙方的社會 動作彼此更深化 而不是好像變成是一邊去欺負另外一邊 或者一邊去壓迫另外一邊的感覺 這跟剛剛說世代這個共同創作 我想是一樣的一個概念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天先講到這邊 讓孟委員精采 豐富又創新的互動式演說 我們再次熱情掌聲感謝唐孟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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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